好,那最后的话,区的部分怎么统计? 区其实还蛮简单的 这个区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这边看一下 区刚好在第四个字,要几个字,三个字都固定的 还好这个区是蛮固定的,不然的话可能又要想各种方法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文字里面的mid 然后呢,文字在这里 第几个字开始,第四个字开始,要取几个字,取三个字 这样就有了嘛,所以区就做出结果来了 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里面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把这个区找到之后拉到列 可是呢,区现在奇怪怎么没有呢? 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做过一次枢纽分析表 他也会建立个所谓的catch 快取 所以呢,你如果在下一次有变更资料的话 记得按上方有一个叫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应该是refresh吧 OK,重新整理按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区就出现了 把区拉到列的位置 那他会帮我把不重复的资料显示出来 再把区拉到值 他会帮我把它加种哪一区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一个治安最差呢? 如果像差的放在上面 好的放下面的话 那最后其实可以排序 排序我习惯放在B4 那一样,找到那个上方功能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资料 一样z到a 把它做个排序 OK 游标放B4 z到a,这样就马上排出来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治安相对比较差的 就是切大安县中山区第一名 其次是士林,万华,北投 这个好像似乎比较没有意外 不过大安区居然排在第五名 这感觉好像有点跟原本的预期有个落差 但为什么会大安区排在第五名呢? 这个当然就不是我们的重点 不过至少显示出来 大安区其实住宅切到也不算少 那哪一个区它的住宅切最少 大同区 这个有点跌破眼镜 为什么大同区最少 不知道 不过你们如果去大道城附近走走 也许就有答案了 OK 好,那这个地方呢 最后我们希望绘制出圆形图好了 把这个切到安线的比例做出结果来的话 那一样 把这个先排序了 排序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枢纽分析表 绘制出分析图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就不要用直条图 也不要 我用圆形图好了 按确定之后 这个圆形图就帮我产生了 其实还蛮容易的 那只是说呢 我希望这个圆形图 它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我还要看这边 再去找颜色 而且颜色有些还蛮接近的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所以最好是什么 一般圆形图上面是希望说增加那个标签 那标签怎么加 按右键就可以了 新增资料标签 一般的话呢 会比较常用的 用那个什么 图说文字应该是最简单 因为如果用资料标签 还要再修改 还蛮麻烦的 所以如果你新增 资料标签 我建议是按右键 新增资料 图说文字 你们可以查 因为你们英文版这边 可能就是U底线 这个选项 然后呢 它就会帮我把每一区 跟它的比例 就呈现出来 那如果最后呢 我希望可以把哪一区 比例最大的 帮我把它移到外面凸显的话 那我怎么做 你可以点选这个圆形图一下 选全部 再点选中山区 向外拉一下 那这样这一块 就可以凸显出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两个步骤啦 一 点选全部 二 点选某一个区块 然后你可以让它什么 向内向外 比如你要再拉回来 拉出去 其实就可以这样子 那马上可以凸显说 哪一区的治安相对是比较差的 OK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 各区的 这个切到案件的统计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 还有一题 假如说我今天 我今天时间做这一题 应该是来不及 所以这一题的话 就当成各位的回家练习题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想要知道 到底哪一条街 或哪一条路 或哪一条市民大道 的这个切到案件 是排在前十名的 前十名帮我列出来一下 那我想知道这个答案 应该怎么做 那首先当然 你要统计 所以一定要按右键 插入一个栏位 那那个栏位叫什么 哪一条路 所以有可能是路 那有可能是街 有可能是道 有没有 市民大道 或者凯达格兰大道 都是道 OK 然后呢 我希望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资料 帮我放过来 但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怎么样可以整理出固定规则 因为 你总不可能说自己 Ctrl 选取Ctrl C Ctrl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抓一个规则 什么样规则 前面这个字可能是什么字 如果找到这个字的话呢 那我就知道它这个字的下一个字 然后尾巴是什么字 那我可以把尾巴这个字剪掉 前面这个字的位置 那就是知道有总共长度 就有点像刚刚那个前刮弧 后刮弧的概念 那你们可以稍微统计一下 可以分析一下 其实前面这个字可能是什么 可能最有可能的应该从0开始 什么0有没有 0开意思 如果没有0可能就有里 没有里可能就有区 所以可能就是这三个 理论上应该没有第四个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三个逻辑 带到这边来 然后呢可以知道前面这个字的位置 再知道后面的字就是 要不就是路 要不就是街 要不就是道 ok 然后把这三个逻辑也做出来 就是要头 知道尾 然后再加一个MID函数 那就可以把哪一条路的资料 可以帮我把它带过来 那基本上参考答案在云端上也有 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做得出来 那表示你可以省掉非常多的时间 不然像以这一题来看 假如要土法链钢 那不得了了 你做到下班可能都做不出来 ok 那这一道题的话呢 就留给各位当成是回家功课 ok 所以回去可以试试看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很充分的 做一些尽可能的说明 那当然理论上就是开个头 尽可能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eSale还有这么多功能 你应该知道 可是你却不知道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我这边还有练习题 回去可以自己再稍微把它打开 像以这一题的话就是 有中文有英文 如果我要留下中文怎么做 ok 那这一题的话就是说 有中文有英文还有数字三个 那如果我要分别把 中文归中文 数字归数字 英文归英文那怎么做 那另外的话瓜糊 刚刚151是只有一个瓜糊 可是如果152 假如有三个瓜糊 那怎么办 其实每一个问题 你可以思考一下 里面其实根据里面的函数 其实都有答案的 都可以做出结果来 甚至字串切割也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中国阿虎里面的资料 要把它独立出来放 那这一题跟151还蛮像的 那当然如果你会用 刚刚的那个公式的话 我想你也可以很快 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当然呢 其他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再配合所谓的聚集 不过有一些像这一题 就是中文英文数字 其实可能还是要配合VBA 相对的会比较快速 而且可以马上可以把资料给解决 另外还有像这个 三个瓜糊 用公式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最后建议 或许可以用什么 像VBA VBA的话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些 OK 那这几道题的话 就留给大家回去当成练习题 那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那最后的话呢 不晓得大家 根据今天上课的练习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再提出来讨论的 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地方要再调整的 OK 那因为今天可能一直都给大家练习 大家可能光这个思考用哪些函数 或者是说学习这功能 大概就会需要花很多时间 那如果之后假设你遇到问题 当然也随时可以再用一些方式 可以再跟我联系 或者在我YouTube上面 其实我有频道 所以你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问题 比较具体的说明 OK 那原则上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的话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OK 那感谢大家耐心的参与 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变远距 那感觉好像我比较没有看到人 所以有的时候不太确定说 到底大家吸收的程度如何 不过我今天影片有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假设 或者对于那个影片有 也就上课部分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 或许可以回去再稍微复习一下 OK 好不然的话今天这一场 这一场课程 不然我们就先到这边结束 OK 感谢大家的参与 OK 谢谢大家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